据美国空军时报27号报道 美国空军近日宣布完成了新型核弹与F-35A隐身战斗机的兼容性飞行测试 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 两架F-35A在内华达州的托诺帕试验场首次投放了测试型B-612核弹 据称这种核弹是美军的新型核武器 可根据需要在300吨到5万吨之间调整爆炸当量 美枚用F-35距离携带核弹又进一步来形容这一进展 认为F-35将成为美军主要的核打击战斗机 报道甚至讨论了是否需要将这种具备核能力的战斗机部署到亚太 有分析指出该机一旦投入使用 将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 极容易引发核误判将各方置于重大核风险中